原页1号 陈妍希在社交平台晒出与陈晓的互动视频 罕见秀起恩爱 陈妍希身穿一条淡黄色长裙 皮肤白嫩 少女感十足 她似乎消瘦了不少 已经瘦出肩下巴 满脸胶原蛋白 超显嫩 陈晓穿着长款风衣 样貌英俊帅气 两人玩着你拍我 我拍你的小游戏 互动十分亲密 看上去就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不知两人说了什么有趣的话题 陈晓伸手把陈妍希堵在墙边逼咚 可能是顾虑身边还有其他人 羞得陈妍希满脸通红 还用手捧着陈晓的脸把她推开 两人旁若无人地打闹嬉笑 感情非常的恩爱 虽然已经结婚五年了 但是陈妍希和陈晓之间的感情却一直都很甜蜜 尤其是两个人对视的时候 眼神宠溺满脸笑容 一看就是心中深爱着彼此的样子 陈妍希双手举在胸前一脸娇羞 简直就如同偶像剧一般 不久前是陈妍希儿子的五岁生日 夫妻俩放假工作陪星星一起过生日 陈妍希还亲自作词 母子合作演唱了一首单曲 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儿子带来温暖 陈晓也转发了老婆的这首单曲 表示自己没听够 说法各玩各的 秀恩爱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婚姻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知道 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 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 1983年 陈妍希在台北奉旨降生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多年后她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小龙女 陈妍希家境优渥 所以父亲在教育上给了她更好的选择 打小送她去国外念书 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2006年 陈妍希学业有成从美国回来 在和可米瑞志签约之前 陈妍希经历过一场空窗期 期间做过专柜小姐 也当过广告模特 同年刚入行的陈妍希就参与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幻幻爱》 但并未激起太大的水花 首次拍摄影视作品就遭遇了滑铁炉 让她心里颇有几分不爽 为此她每天花大把时间放在钻研演技上 一年后事业发生了转机 2007年由陈妍希主演的《这里发现爱》播出 虽是争取到了主角 奈何演技不够 依旧没做出太大的成绩 好多人都想做主角 殊不知主角不是那么好当的 导演可不允许你出半点的差池 为此陈妍希被导演骂是猪的次数 手指头已经数不过来了 俗话说阳光总在风雨后 被骂无数次的陈妍希 终于迎来人生中高光时刻 随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上映 陈妍希也渐渐被大家熟知 经历了无数磨练 有了今天的成就 但负面新闻也不请自来了 成名没多久 陈妍希和周渝民的消息就不静而走 这对出道新人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好在彼时周渝民和大S打得火热 所以这段感情真实性就不攻自破了 陈妍希在出道前 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名为柯友伦 两人也算是老友 两人初次交往是在2010年底 因为关系过于熟悉 所以交往没多久后 两人就成了半同居模式 但没多久时间 两人就秘密分手了 原因是因为南方异性人员太好 让他感受不到安全感和情真意切的爱 也有个说法是陈妍希拍那些年工作量太大 两人聚少离多 最终和平分手 开始被爆出这段恋情的时候 两人并不承认 像极了统一口径后的说辞 直到2012年 柯友伟才大方承认了这段恋情的存在 不过为期只有8个月 陈妍希4岁那年 一个叫陈晓的男婴奉旨降生在安徽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他将会是自己未来的老公 陈晓爸妈是知识分子 在他们的熏陶下 陈晓自幼喜欢书法 言谈举止也十分优雅 10岁那年 陈晓在书法培训班照常上课 却被导演看中 随即被邀去参演了电视剧 我们班的歌 如此说来 陈晓也算是同心出道 进入大学后 陈晓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此期间 他也结缘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名叫余征瑶 就是许松歌词里的那个妹妹 事实上也是她的表妹 奈何徐征瑶 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 交往了一段时间后 就以备胎的身份被甩了 毕业后 陈晓摇身一变 成了龙套常客 虽然拍的都是大片 但他个人的知名度 却一减再减 毫无存在感 此后 陈晓前前后后 拍摄了多部影视剧作品 一来二去的 和余正慢慢的 也接触得多了起来 余正见他演技还不错 索性就把他签为己有了 刚刚小有名气 陈晓和杨平的事 就被说满了天 早期互动 流言至今随处可见 有人说两人分手 是因为陈晓走红 也有人说是杨平甩了陈晓 感情的事分分合合 况且这是真实性 有待考究 所以咱们吃瓜群众 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刚刚和杨平的事放下 这边又出了个 叫杨龙的女人 两人同属一家经纪公司 平时来往比较频繁 但同样 未曾证实过这件事 所以具体内情 我们吃瓜群众 简单了解就行了 2013年 陆真传奇的拍摄 让陈晓和赵丽颖走到了一起 那段时间 两人毫不避讳的出入剧组 上节目的时候 两人说的话也甜到了发吼 甚至连对方的爱好 喜欢吃的水果都了如指掌 就在吃瓜群众等着官宣的时候 等来的却是一地的玻璃渣 而陈晓本人也承认 两人是用炒CP来博取眼球 为此 依旧有人不依不饶地表示 是陈彦夕的插足导致两人分手 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 我们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 说到神雕侠侣的小龙女 我只认可刘若彤版和刘亦菲版 无论从神韵姿色还是演技上 他们都把小龙女演得仙气满满 陈彦夕也曾扮演过小龙女 但观众的发声可想而知 包子脸也配演小龙女 什么人都能演小龙女的话 不绝于耳 让她顿时陷入了尴尬之中 相比李若彤的冰清玉洁 刘亦菲的天真烂漫 陈彦夕的小龙女确实不够到位 但也不至于被骂得体无完肤 陈彦夕是个好面子的人 因为这些负面发声 她曾压抑过 甚至快得了抑郁症 好在有个人走进她的世界 杨过的饰演者陈晓 就此事 陈晓曾表示 如果陈彦夕不演小龙女 自己就不演杨过了 可见她对陈彦夕的爱非同一般 陈彦夕和陈晓结婚那天 正值陈晓的生日 所以这双重的爱 注定了他们感情的稳固 而当年婚礼上的投杀吻 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当好消息不绝于耳的时候 就要做好坏消息来的打算 两人婚后有了宝宝 但婚变的消息也越来越多 却只有陈彦夕单方面做出回应 陈晓则是置之不理 都说两人看彼此的眼里没了光 婚后各玩各的 但也没能找出充足的证据 所以空穴来风的话 大家还是少传 必然感情合不合 只有自己最清楚 近日两人高调秀恩爱 可谓是向众人撒了一波狗粮 两人历破婚变传闻 证明他们一家是真的很幸福啊 陈晓和陈彦夕能够这么多年 一直如此恩爱 可能这就是幸福的模样吧 祝福他们夫妻恩爱 家庭幸福 儿子可以快快乐乐地长大 也期待夫妻俩能够在荧幕上再度同框 早日合作新作品 好